这名女子独自一人在海拔四千米的雪洞里 进行了长达九年的严格修行 在这九年里 她每天都在雪洞里打坐冥想 一到冬天 她所在的地方常常暴风雪肆虐 几个月都见不到太阳 周边还潜伏着雪豹 棕熊等凶猛的野生动物 但女子心无杂念 完全沉浸在修行之中 她的虔诚和毅力让她成为了伟大的修行者 也让她成为了无数人的精神领袖 这名女子的原名叫做维拉贾克西 1930年 她出生在印度北部 从童年时代起 她就表现出对精神追求的渴望 18岁的时候 她出家成为了一位上师的弟子 并跟随上师到寒冷的喜马拉雅山地区 进行严格的精神训诫和瑜伽修行 到了1987年 年过半百的她独自一人来到了塔伯湾 这是一片海拔约4463米的荒芜地区 中年被白雪覆盖 即使是专业登山者 也不愿前往这里 但她是许多修行者的天堂 他们来到这里 住在山洞里或者茅屋中 当维拉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时 她就被深深吸引 她来到了一个叫做哥木克的冰川 这是喜马拉雅山脉最大的冰川之一 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维拉选择一个雪洞住下 开始了她长达九年的修行 一般来说 在这种条件下修行的大都是男性 维拉是极少数的一位 敢于面对严酷环境的女修行者 在这漫长的九年中 维拉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磨难 包括严寒 雪崩 以及食物的匮乏 还有雪豹和棕熊带来的潜在危险 好在她从来没有受到这些动物的侵扰 有一次 维拉不小心摔倒 脖子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伤口逐渐恶化 就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 一只猴子每天都来帮她清理伤口 并涂抹一些药膏 之后就离开 几天后 她的伤口奇迹般的痊愈了 后来 当她回忆起这件事时 她相信那是哈努曼亲自来为她治疗伤口 在这九年里 维拉将日常所需降到了最低 每天只吃一餐 整天打坐冥想 一到晚上周围漆黑一片 但维拉既不感到恐惧 也不感到孤独 相反 她很热衷于这种精神生活 到了1996年 在苦修了九年后 已经66岁的维拉满怀喜悦地回到社会当中 由于她在塔伯万九年常人难以做到的血洞修行 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塔伯万尼玛塔 玛塔的意思就是母亲 这是追随者对她的一个有意义且恰当的称呼 也为她确实如同一位母亲一样富有爱心 回到社会后 玛塔的使命是通过为人民服务传播爱 和平 奉献和灵性的讯息 她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开设了一座修行所 为穷人和朝圣者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 玛塔总是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 不带任何个人欲望或动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玛塔因她的爱和精神知识而成为传奇人物 她的修行故事激励着那些追求精神修行的人们 2021年2月4日 玛塔安详世纪 享年91岁 印度一位著名的修行者这样评价的 她是我精神世界的母亲 她是冥想和忏悔的缩影 她的生活是服务和仁慈的代名词 远离外在的炫耀 充满了爱和感情